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9月25日 今天想漏夜去講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是什麼呢? 話說 美國共和黨有一個議員 叫做 Solomon Yu 他本身在兩個星期前 831事件發生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說要求要制裁葉劉淑儀 這個華人的共和黨議員 他的地位是相當高的 因為他是Republican Overseer 這個組織的副主席兼CEO 這個組織就是在共和黨裡面 對海外募捐籌款 有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所以他在黨內受到非常重視 而他提出這個說法 有可能會在共和黨裡面得到一些支持 甚至乎落實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要求對葉劉淑儀 提出一條叫做 《全球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 去制裁葉劉淑儀 這個法例是以馬格尼茲基這個人 是明明的 在2009年 這個維權律師 是俄羅斯的維權律師 由於查到 俄羅斯政府有些貪腐的問題 違反人權的問題 被人拘捕了 進入監獄裡面 就是莫名其妙地死亡 所以自此之後 美國的議會就提出了這條法案 就是制裁俄羅斯的相關官員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全球 現在已經有不少國家有類似的法例 譬如說 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 現在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都有這個法例 現在英國和歐洲議會 都將會通過或者正在審議相關的法例 還有 澳洲、瑞典、法國 都在處理立法的程序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法例就是 賦予他們的國家制裁一些非本國公民 在全球上是侵害人權的事務 因為在國際的共識裡面 人權是大於主權 如果在其他國家有人侵害人權 你的國家就可以進行一些立法 限制他進來你的國家的活動 而美國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譬如說波羅的海 愛沙尼亞制裁你 你不去愛沙尼亞基本上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美國呢 他的特別主持 除了你不去美國之外 他還可以 涉及到你用美元 都是全球通緝你 簡單來說 譬如說葉劉淑儀 如果持有美元的外匯 美元的定期 他就可以凍結你的資產 不是的 如果你不是有美元的定期 譬如說你有一層樓 按了給香港某間銀行 而這間銀行 是一間國際性的銀行 他在美國是有業務的 他也可以要求他凍結你的房子 理論上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所以馬格尼茨基法案 是相當之狠難的一條法例 現在就是 Solomon Yu 就要求制裁葉劉淑儀 這宗新聞本來兩個星期前發酵 為什麼今天要說起呢? 第一 容凱恩就說 很無辜 葉太一直是推動人權的 而這條法例是制裁別人違反人權的 很坦白說 以往這條法例制裁的俄羅斯官員 或者制裁新疆的官員 都是一些相當高級的官員 是主事者 當然他是不涉及到最高層的 如果最高層的話 可能會動搖到普京 或者習近平的威信 可能對方也會徹底反面的 所以他也是針對制裁一些地方的主管官員 譬如說如果要制裁香港 你制裁葉劉淑儀 我覺得格調太高 還沒到這個程度 因為他只不過是立法會和行政會議 他可能有份參與一些政策的制定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有明確的違反人權 我其實看不到很明確的證據 反而你說警務處處長 保安局局長 甚至乎特首 那麼在目前目前香港警察大規模地濫用暴力 去非法地毆打一些的屠人和示威者的記者 而最後沒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拉進去後巷打 都是說Yellow Objects 那麼這件事情 是有侵害人權的嫌疑 那麼你說制裁他們呢 調查他們呢 都情有海原帶葉劉淑儀 我覺得似乎有點兒拿過了 但是在這裡我給一些個人建議葉劉淑儀 第一 如果你有海外的資產的話 你就盡快賣掉它 在立法之前就盡快賣掉它 有美元的 就趕快換成人民幣 而且不要放任何保險箱 樓契或者其他財物 在國際性銀行裡 你可以轉到中中交龍 去這些銀行裡 可能影響比較小 不過不是的 中中交龍在美國也有很多分行 可能也會有些影響的 可能要放到珠海銀行 珠海農業銀行 可能這些就會比較穩妥 而且千萬不要把你的資產意圖 過給你的家人 因為如果過給你的家人 很可能她會懷疑你 委託一些代理人去處理你的業務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她有機會制裁你的女兒 因為她的女兒在美國讀書 所以這就是我給葉劉淑儀的建議 那麼 到了這裡 我就開始關注了Solomon Yu 這個Solomon Yu 首先她是一個中國人 她是一個華人 應該這麼說 她是美國的共和黨議員 但是她是中國出生的 那麼這個人呢 就在1990年開始 就參與了共和黨的事務 那麼她本身就是阿拉斯加讀書的 在阿拉斯加一些學校裡面 拿了BA和NBA 兩間不同的學校裡面 讀了這些書 那麼她的Twitter也相當多人看 而且很活躍 是不斷討論香港的問題 所以她是非常關心亞洲 特別是中國和香港的事務 那麼我看了一條 就是一個叫做Bobby Yu的人 就留言在她那裡 就要求她制裁一個叫做Alex Yearn的人 那麼這個Alex Yearn 我本來不知道是誰 那麼我看看就發現到了 她是華記茶餐廳 就是一個YouTuber的華記茶餐廳 那麼之前蕭先生提過她的 那麼我就沒有什麼留意 那麼她就說 這個Bobby就說希望她制裁她 就因為她經常去post一些frake news 以及hate speeches 就是叫她制裁她 那麼我就很佩服Solomon Yu的回應 她就說是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 你應該是要跟Alex Yearn 和華記是辯論的 而不是說要制裁她的 在假新聞和仇恨言論 都是在美國 是受到美國的憲法第一條保障的 那麼她就說出真正的言論自由了 只要這個華記 其實她說的是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意見 那麼這件事情就是透過辯論 真理是要透過辯論去解決的 而不是透過制裁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合乎民主原則 第二,你說她有沒有frake news 有沒有一些假新聞和一些仇恨言論 仇恨言論當然有相關的法例去規管她 假新聞也有相關的法律去規管她 那麼如果你真的找到確實的證據 譬如說report 那麼這些呢 就是美國的相關法律可以說到 但是問題是她在香港說的 她不在美國說的 所以這件事情 你只能夠針對在YouTube裡面 一些政策去做 但是至於她是不是真的有講假新聞 這個我沒有辦法考證 我聽過兩三段她說話 她說的話 不是我有興趣所聽的 都是一些市井的意見 其實我自己這幾天 發生了一些事情在我身上 話說我是一個屋苑的WhatsApp群組裡面 其實我從來都不留言 不過那一晚呢 就是因為將軍澳發生事故 那麼很多人就留言 那群組講明不講政治的 那麼結果很多人都講政治 那些藍絲都講政治 就拍了一片 形容他們是蟑螂 形容他們是廢青 等等等等 那麼後來引起一些群組裡面的人 就是對馬 那麼對馬完之後呢 他們是打英文的 我參與其中我只是講了幾句而已 我就說 好端端一個中國人 學什麼人講英文 那麼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溝通方法 那麼另外呢 就在Facebook裡面 有一個朋友 很好的朋友 那麼他的Facebook裡面 有某些人的留言 都是講類似的 Hey speech 的事情 那麼你遇到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一般我就會走 不會再跟他爭論 跟他爭論你浪費時間 因為他們所講的事情 其實只不過 對我來說 是思考方法 立場的偏差而導致的事情 就是他們往往是跳出結論的 就是他們先有的結論 然後完全忽略了事實 忽略了這個推論過程的邏輯性 就譬如說我舉例 他那晚我一個朋友就說 在街頭 示威者搶槍 那麼我的留言就是說 如果 政府 警方一天不處理警暴的問題 這些人只會以暴役 越來越暴力 這些暴徒只會越來越暴力 那麼我的說法就是 根本的源頭就是要 政府和警方 是要懲罰一些違法的人 而這些違法的人 你可以懲罰示威者 可以懲罰白衣人 也應該要懲罰警隊違反法例的人 以及違反警例應該要受到一定的處分 如果你不是這麼做的話 是難以服眾的 我的立場從來 三個月來都是一致的了 然後其中一個人的留言 就立刻跳出來了 就說那些曱甴搞亂的人 他們是完全沒有邏輯的 他和你的回應留言之間都是跳躍的 我經常覺得政見可以不同的 但是他們那些人往往是邏輯 判斷能力 比較主觀 以及缺乏思考能力 這就是我對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對他們的視頻 我沒有什麼興趣看的 就是我自己看《明居靜》 又偶爾看《文昭》 看《蕭山》 我主要的時間是看報章 更多一些的 還有看書 這些我沒有什麼興趣看 但是呢 就是想說的重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Solomon Yu 是說得很好 真正的言論自由社會 我們不是應該互相攻擊的 這個攻擊當然可以攻擊他的觀點 攻擊他的立場 但是你不要攻擊他的人 除非你有很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就是侵害人權 或者是支持法西斯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report他 或者是想辦法去制裁他 是合理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是超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 所以同樣道理 葉劉淑儀他很多很荒謬的言論 很多很不合理的政見 這個是可以透過辯論 讓民主 最重要是什麼? 民主是要讓理據去說服對方 這個就是 請用辯論來說服我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拍這段視頻 主要想說的話 但是 葉劉淑儀我認為未必應該是 制裁的頭號人物 反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以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中聯辦主王志民 這些人對於侵害人權 這個比較顯著 應該是值得調查的 同時間 關於這個侵害人權 還有另外一則新聞 就是一個央視的主持人 叫董善 現在有一個組織叫保護衛視 向七個國家 剛剛我講的不同國家都有這些法例 去提出申請制裁這個人 那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我就值得說了 這個話說是央視的早晨節目裡面 一個女主持 連結相當大 他就是涉嫌 在這個709大拘捕裡面的一些律師 在電視上公開他們 認罪 那麼電視認罪呢 本身呢 是在中國的憲法和刑事法例裡面 是不合法的 因為中國修改憲法和刑事條例 所有人是無罪推論 就是他一天沒有在法庭裡面得到審判 他也是假定無罪的 即使審判了 他還可以提出上訴 在這個情況下還是 他不可能接受電視認罪 但是中央電視台經常有電視認罪 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幫人呢 就是向七國提出 要制裁他 認為他是侵害人權 甚至乎他是違反中國的憲法和刑法的 這件事情就是值得跟大家補充的一點 無論如何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已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鈴 拜拜